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 3月17日 香港特区政府宣布 除内地、澳门和台湾之外 对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 发出红色外游警示 呼吁香港居民避免外游 香港多家旅行社陆续宣布 取消所有的旅行团 3月18日 记者在香港各大旅行社看到 前来咨询的游客寥寥无几 多间旅行社咨询会位空无一人 香港旅游联夜工会联会秘书长林志廷表示 受当前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的影响 香港超过4400个旅行团取消 接近14万游客受影响 现在几乎全世界每一条线路都是取消的 其实在春节的时候 已经开始取消团了 但主要都是内地团去取消的 跟着东南亚 现在欧美所有的线已经全部取消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的旅行社 所有的那些雇员 包括渡游领队 可以说是全部都全面停顿的了 林志廷表示 现在人在外国旅游的香港人员 回港时需要隔离14天 导致绝大多数市民 未来取消外游计划 据他了解 香港1700多间旅行社的入境和出境团 全部取消 2000多的前线导游没有团带 处于停业状态 很多人感到灰心 对于我们的同事来说 就是我们的导游或者领队来说 看下来他们都挺灰的 因为现在我们的团是取消到4月份 整个4月份的 是5月份才开始就看情况去定的 但如果是真的5月份开始的时候 都起码去到6月份 7月份才开始有团出现的 所以整个来说 剩两个月时间 可能都没有团来或者去走的 香港纵横游决定从即日起至3月底 旺角及沙田分店暂停营业 多家分店缩短营业时间 旅客可以免手续费退款 或保留团费6个月 康泰旅行社宣布多间分店 将缩短办公时间部分分店暂停服务 永安旅游决定取消 从即日至4月30日期间 出发的所有旅行团 旅客可转团或保留团费一年 或减除手续费后退团 而香港中国旅行社 也有60多个团取消 如果从昨天开始 我们还有差不多有60个团 是在未来直到4月30日的团队 是取消掉的 那通常我们就是会建议客人 就是保留那个6个月的 这个这个团费 就保持保留6个月 或者准其他团队 那如果呢 客人选择了那个旅客退团呢 那会根据那个旅游学会的规定 扣除相关的一些所需费 这样退回预款这样子 林志廷呼吁特区政府 尽快推出新一轮救助措施 对旅行社从业员 给予实时援助 以免触发旅行社倒闭潮